就是这个就中国的地点圈 他永远不缺席天赋性选手 他缺席的是在你得到了金钱之后 在你得到了一切 你想要的东西得到名气得到金钱 的时候你能不能还像以前那样继续的勤奋 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一心一意的去打之夜 这是现在选手最难的问题 但是你现在你连门槛都过不去 我跟你讲这么这么远的故事没用 你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先把你技术练好 如果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 一个月之内 如果你没法达到电异大师的话 你真的可以放弃这个想法了 我是为了你好 小孩 我家女生弟弟 我比你大很多 你经历过的事情我都经历过 必须说一句当年卢本伟17岁 不对16岁 你们想想看我现在24岁了 你们想想看16岁的卢本伟 他打英雄联盟有多强 有多变态 当年中国第一天才中单都说的是我 你们去问 去问PED去问小小 当年公认最天才的中单 我当年是自暴自弃 我曾经有一年 在IG 我半年时间天天玩也有 天天玩手有 我不训练 我就是完全不训练 我拿了两个冠军之后 我放弃了自己 我得到了王校长给我的奖金 我工资翻倍 当时我6000工资 电竞圈最高工资 王思聪打赢比赛 给了我3万个人的奖金 每人3万 我身上 我一网存款 3万6千块 我感觉自己 他妈的要升天了 要他妈升天了 就是屌到你他妈身上头 看不见我的头 有这么屌 我跟人说话都是 他们用胸口说话 然后呢 然后半年来 我玩了各种游戏 我玩了最少10个网游 20个夜游 30个手游 然后我把自己玩废了 我在IG被踢了 我去了CLC 也继续在玩 没有继续勤奋 然后去了OMG 打得不够强 被踢了 这是职业选手 最难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现在还接触不到 这对你来说比较遥远 比较遥远 你们准确都不知道英雄联盟是几几年有的游戏 英雄联盟是2009年 美孚 我记得很清楚 给你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 09年美孚开车 美孚 LL是几年初的 2006年拳头成立 三年时间 09年退出了英雄联盟 10年被腾讯买断了98%的股份 英雄联盟是2009年正式退出的 我从那时候就开始玩 我曾经很后悔自暴自欺 真的 然后我失去了所有打职业的机会 我失去了我的队友 我失去了队友的队友的信任 还好有一个人他愿意重新信任我 那个人的名字叫简志豪 叫UJI 他现在正在巴上罗 我